下面我们来讲解 微分方程求解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通过一个实例 简单的看一看微分方程求解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 左端固定的一个异位问题的拉杆 它的远着拉杆的长度方向 受一个均步的载荷 我们叫P 它的拉杆的弹性模量为E 横截面的面积是A 长度是L 那么它是一个异位问题 所以说我们用基于X描述的位移场来描述它 也就是说X取不同的值 也就是描述不同位置的它的位移 那么它的方程的构建 三大类方程的构建 这地方就忽略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关于位移场的微分方程 由于它是一个异地问题 所以说它是一个二阶的长微分方程 那么这里面的基本变量就是UX 它就是位移场 那么我们看看边界条件 左端是固定 也就是说U在X等于0的地方是等于0 右端它是自由端 也就是说它的一阶导数在X等于L的位置处 它是等于0的 针对这个方程 在这样的边界条件下进行求解 那么我们介绍主要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我们叫解析法 那解析法来求这个二阶的长微分方程 很简单了 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位移函数是一个二次函数 然后这些变量都是这里面的系数 通过变量条件来确定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 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近似的方法 就用差分方法来做求解 首先差分它就是要把这个复杂的对象 要分成若干段 我们要取节点 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取五个节点 我们分成五段 那么涉及到一个二阶的导数 那么我们把二阶导数用差分 或者用差伤来代替这个导数 这样我们分别针对一阶点 二阶点 三阶点 四阶点 分别建立相应的用插伤来代替微分的这么一个方程 那注意我们左端点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它的边界条件 U0是等于0的 右端点 涉及到U5 它是一阶导数为0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U5要等于U4 这样的话 它的一阶导数就能保存为0 这也是一个相当于边界条件 把这两个边界条件 带入到刚才针对一二三四个节点 所建立的差分方程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线性方程组 它的基本变量 就是一号节点 二号节点 三号节点 四号节点的位移 那么我们对这个线性方程组进行求解 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一号节点到四号节点的位移值 当然为了提高计算的精度 我们还可以取更多段的这种差分 比如我们取N段 那这样的话 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 针对1到N减1 这N减1个节点的线性方程 同样也要带入边界条件 U0等于0 还有最后就是UN要等于UN减1 这么一个边界条件 带进这个后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求出 一号节点到N减1个节点的位移值 那么我们把这个几种情况的计算结果 做一个列了个表 进行一个对照 我们看一下 分5段 分50段 分100段 分500段 还有解析解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那么随着细分 那么我们的结果越来越趋近于我们的解析解 我们再介绍四函数 基于四函数的进行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是控制方程 这是边界条件 它的思想就是我们假定有一个解 这个解里面有带定的系数 这个我们把这个解叫做四函数 让这个解首先带入到边界条件里面去 让它满足边界条件 或者说我们寻找满足边界条件的四函数 来作为我们设定的四函数 当然里面有带定的一些系数 然后把这个设定好的四函数 再带入到控制方程里面去 很显然 带进去以后 它是不满足的 除非你设定的这个四函数 你碰巧了 就是一个解析解的四函数 那你带进去以后 它刚好可以满足 那就精确解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精确解 所以说带进去以后 肯定是不满足控制方程的 那么我们就设定它的残差函数 让它的残差函数最小 来确定相应的带进系数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对于刚才的左端固定的 受均步载合的拉杆问题 我们设定一个四函数 这个C1为带进系数 基底函数为非1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边界条件 左端点是固定 右端点的一阶导数为0 所以说我们就设定 基底函数是赛应函数 那么它刚好可以精确的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带有带定系数的这个四函数 已经满足边界条件的四函数 带入到控制方程中间去 我们发现这也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不等于0 我们把这个函数叫做残差函数RX 我们让残差函数RX 再乘上基底函数 我们把基底函数作为加权函数 也就是说对残差进行加权以后 在整个域里面0到L进行积分 这样我们就来确定出带定系数CE 这样的话 我们获得的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基于四函数的解 就可以表达成三页函数 在乘上前面这个系数 为了进一步改善求解的精度 我们还可以取多项的四函数 比如我们取φ1 第一项四函数 再取一个φ2 第二项四函数 让它们两个前面分别乘上 相应的带定系数 进行一个先行组合 当然这两个四函数 基底函数 都要满足边界条件 它组合以后 它肯定是满足边界条件的 具体来说 我们取一个sine函数 这样的情况 再取一个sine 三πx出上L 2L的函数 可以验证这两个函数 都是满足边界条件的 同样把取得的四函数 带入到控制方程去 那么我们把四函数 带入以后的控制方程的函数 我们叫Rx 叫残差函数 将残差函数 分别对φ1进行加权 和φ2进行加权 加权以后 让它加权以后 进行积分以后 等于零 最后求出这两个带定系数 也就是C1和C2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基于两个基底函数的四函数 获得的减 那么同样 我们把两种情况 就是取一项四函数 和取两项基底函数的情况 进行一个和解析解析的对照 我们看分别在不同的位置 那么很明显 当我们取两项四函数的时候 它的解就很逼近于解析解了 好 我们再对刚才所介绍的三种方法 进行一个讨论 首先讨论一个是求解的进度 那么我们以解析解作为一个基准 那么我们基于差分方法 获取的解 刚才所说的 分成五十段 一百段 五百段的情况下 获得的解 都非常精确 应该是都很接近于我们的解析解 基于四函数 基于一个基底函数的解 是这条曲线 我们可以看看 它和解析解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当我们去两个基底函数的时候 它的解就非常接近于解析函数了 也就是说解析的精度 或者是它近视的程度就非常高了 第二个讨论 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这几种方法的一些特点的比较 那么我们看一看 对于解析方法 它的求解过程就是直接解分方程 那么相对来说 它的求解难度和求解精度 求解难度是比较高的 求解精度那没问题 很好 那么它的方法的规范性 它需要很高的技巧 当然我们这个问题是一地问题 比较简单 稍微复杂的二地问题和三地问题 一般来说 要获得它的解析减非常困难 所以说它的解题的范围 只能针对简单问题来求解析减 那么近视的方法 也就是数字方法 我们刚才介绍了两种 一种是插分法 还有四函数法 对于插分法 它的求解过程 就是把微分用插伤来代替 最后获得线性方程度 最后再进行求解 它的难易程度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 求解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的计算量比较大 刚才可以看见 我们分五十段还有五百段 一百段的时候 求解精度很高 它计算量比较大 它的方法的规范程度 还是不错的 那么它也可以处理 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 那么四函数法 它也是数字解法 它的求解过程 就是需要 先假设一个四函数 满足 边界条件 然后带入控制方程 然后是 对控制方程进行加权以后 让它取机值 取零 最后我们获得的 线性方程度 那么它的技术关键就是 需要找满足全场的四函数 还要满足边界条件 应该说这个方法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它的计算精度也比较高 计算量也比较小 刚才我们取两项 基点函数 就可以获得很高的精度 但是它的方法规范性 只要四函数确定 后面的整个求解的流程都非常规范 它的适应范围也是不错的 但是它最关键的是怎么获取四函数 而且是全场四函数 要满足边界条件 刚才提到的四函数法和差分法 那么这两个方法 应该说在工程中现在都广泛的应用 它主要的特点是求解代数方程 容易编程 适合于工程中复杂问题求解 相对来说四函数法更为简单 计算量也比较小 关键 就是如何构造满足边界条件的 全场的四函数 那么针对复杂的几何域 怎么来构造这个四函数 这是一个关键